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挑好适合的奖和冲浪板 在解释完安全守则之后 学员就可以正式下海上课了 不过没一会儿功夫 就有学员失去平衡掉进水里 要在不断摇动的冲浪板上站稳并保持平衡 看来需要一点技巧 不过其实在这堂滑奖冲浪入门课程 学会跌入水中是重要的一环 因为如果滑奖冲浪时不小心落水 就要懂得怎么爬回到冲浪板上 这对夫妻档之前玩过滑奖冲浪 但正式上课学习技巧还是第一次 我们有滑过冲浪 所以即使说我们还没有上过课 都还可以享受 只是说就是技巧不大对 如果你身体越僵硬的话 然后你就会很容易跌到水里面去 对 就放轻松 做什么运动也是一样 那基本上跟滑冲浪一样 都是用腹部跟脚部的力 可能比健身还累 练的部分也是更多 因为健身你练的时候 好像只是练脚 只是练手 可是这个是整身在一起跟水一起动 那么为了能够验证冲滑奖冲浪 真的能够让全身都运动起来 我们的主播杨振华也是亲自的尝试一分 虽然他平时也有经常运动 不过这一项运动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 他有点怕水 其实我在玩之前呢 我一直在跟那个教练交流 我很紧张 我特别怕 因为在海上嘛 你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特别怕我驾驭不了这个运动 但是教练就一直说 它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放轻松 你只要按照教练的指示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我觉得呢 它对我的身体呢就是 最主要的是一个膝盖和脚的脚踝的关节 我觉得确实能够很好的锻炼 因为你在做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们是站立的 你想要缓冲的话 需要膝盖稍微微曲 然后呢 脚踝也需要立住 所以呢 整个锻炼的是 整个的膝盖还有脚踝的关节 另外的就是腹部的力量 我觉得整个你在用力的时候呢 其实教练一直讲不要用胳膊的力量 要用身体扭转的力量 跟那个滑龙周很像 就是要用腹部的力量 所以我刚才滑的时候 我感觉到整个我的腹部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酸的 因为滑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呢 也是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在转弯的时候 我刚才其实有一丝落水 当时我落水的时候 还有一点慌张 因为转弯的时候 控制不好平衡 很容易落水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在 把握好平衡 基本上玩这个会很享受 其实呢 新加坡的海浪不算是太大 所以呢 在这里滑桨冲浪呢 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这个滑桨冲浪板呢 其实呢 还有特别的用途 本地呢 就有瑜伽老师 开办了在冲浪板上 做瑜伽的课程 让瑜伽爱好者 进一步地挑战自己 拿起冲浪板 滑到水中 教练说 只要掌握好平衡 不会游泳的人 也能够做海上瑜伽 只不过最难的一部分 就是要在海浪中维持平衡 这比起在陆地上做瑜伽 难度升了一级 但是也是提升并锻炼身体 各部分肌肉的好方法 我有学生跟我讲 他有试过我的sap yoga 他讲 我上你的壳的时候 有时候我是看窗口外面 没有听你的话 可是在这边不能 他就是一直要集中精神 要用它全部身体的力量 还有它全部脑部的力量 不要跌倒 如果你有很多小肌肉 没有用到 你就会在海上发掘 你哪里比较弱 我们是在海上 做sap yoga 是用到整个身体 真的是整个身体 有时候因为海浪太大 一些高难度的瑜伽动作 就不能做 那些会出现晕浪症状的学员 上课前还得先吃药 如果不太会游泳 就得穿救生衣 可是这可能会阻碍一些瑜伽动作 是特别挑战了 因为通常虽然有些人会游泳 可是他们没有在海上游泳 所以在海上游泳是比较用力 那有些人呢 他们到海上游泳 他们有些忘记怎么样游 那我就要帮他们 拉他们去我要去的地方 美方教冲浪版瑜伽已经有三年 他当初找上国家风帆选手黄岐芳 一起开示了这个 滑奖冲浪的瑜伽课程 黄岐芳在六七年前 把滑奖冲浪板引进本地 是这项运动的先行者 所以我一直都在找这些新的东西 可以让多一点人住在这里去享受 然后那时候新加坡人还没有看过 什么是滑奖冲浪板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人家在水上站住的滑奖 他也说滑奖冲浪也适合小孩子学 还能够一家人一起在水上同乐 他自己目前也开班授课 有时候还会带团从巴西里海边滑奖冲浪 到八至十公里外的乌民岛和科尼岛公园 听起来是不是很惬意呢 如果您也有兴趣学习滑奖冲浪的话呢 不妨趁着学校假期到海边去运动运动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浏览我们的Facebook网页 或者是八频道新闻期时事节目的网站 以及应用程序 我是讲换 我们再会吧